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收看 今天是2019年6月4号 现在是下午5点 我是金强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下午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 外交部 文化和旅游部 就赴美国安全情况发布提醒 发布会上 外交部首先发布了赴美国安全提醒 近期美国执法机构 多次采取出入境盘查 上门约谈等多种方式 骚扰赴美中国公民 外交部现发布 在美国注意安全的安全提醒 提醒赴美中国公民 和在美中资机构 提高安全意识 注意加强防范 妥善积极应对 如意紧急情况 请及时与中国驻美国使领馆联系 取得协助 美国是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 重要远程目的地之一 但是近年来美国枪支暴力犯罪 和社会治安事件频繁发生 中国游客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也受到了威胁和侵害 文化和旅游部提醒 中国游客充分评估赴美旅游风险 及时了解旅游目的地 治安法律法规等信息 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确保平安 在此我们提醒中国游客 在出国旅行前 一定要充分评估风险 特别是了解当地的法律 治安状况 包括枪支管制等情况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谨慎前往 确保安全 最近中国前往美国的游客人数 有所下降 对此美国旅游业从业人士认为 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 波及美国旅游业是原因之一 他们对此十分担忧 加州的港口城市旧金山 是中国游客赴美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当地的热门景点 愚人码头 也一直是深受中国游客喜爱 不过旧金山旅游业从业人士却表示 他们担忧 即使是这样的热门景点 也很难不受经贸摩擦的影响 旅游业一直在政治上的影响 我们只要在我们做的 根据美国国家旅游办公室的数据 2018年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数量 下降了近6% 当地业内人士无奈地表示 为了挽回流失的中国游客 他们已经开始加强专项的服务 旧金山很多酒店都雇佣了讲中文的员工 并提供包括中式早餐等 更符合中国游客生活习惯的服务 在密尔沃基当地旅游机构 也在密切关注局势进展 十分重视对中国游客的服务 推出了专门中文旅游手册等 当地旅游机构官员也表示 目前他们无法掌控局面 他们会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希望一切能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来关注天气状况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到降水的影响 5号开始高温强度和范围将会减小 今天夜间到6号 黄淮南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 将出现强降雨过程 西南地区东部江汉黄淮南部江淮 江南北部以及广西北部等地 自西向东将出现大道暴雨天气 此外中央气象台预计 今天内蒙古东部和南部 吉林东部辽宁南部 河北北部甘肃南部 山东西部和东部 四川盆地西部等局部地区 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天气 另外从2号开始 山东的很多地方连续两天 最高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上 据和泽市气象台预报 今天当地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8摄氏度左右 3号上午8点20分 河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 到中午郑州城区热浪袭人 气温达到了37摄氏度 一步踏车 好像是实际上进入散 感觉有散情40分左右 记者从郑州市气象台了解到 这轮高温天气主要是郑州高空 受西北气流的控制 云量少 湿度低 辐射升温非常明显 同时淮河以北地区基本都在36摄氏度以上 局地更是突破了40摄氏度 截至3号17点 河南全省共发布102条高温预警 其中高温橙色预警80条 红色预警22条 当地气象部门预计 经明两天 河南部分地区将迎来降雨 得益于这股弱冷空气和降水 预计6号到8号 河南全省最高气温较前期下降6摄氏度左右 高温天气也将有所缓解 陕西省气象台预计这两天 陕西关中大部分地区和陕南东部地区 最高气温将达到37摄氏度以上 在西安大雁塔南广场 由于气温高 光线强 少量的游客在此匆匆拍照后就离开了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测 5号陕西全省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 全省的日平均气温会下降4到6摄氏度 又到端午佳节 海外华人已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节日 在他们的心中 端午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 更是对祖国对家乡的一份怀念 一份牵挂 约旦首都安曼有一个中国超市 仅每周五开放一天 因此又被称为星期五超市 超市里供应中国蔬菜和一些农产品 临近端午节 星期五超市的员工都在加班加点赶制粽子 以供应在约旦的中资企业和华人 超市的员工来自中国各地 包粽子时 他们都会回忆起自己家乡过端午节时的热闹场景 现在星期五超市拥有来自埃及 也门等地的多名员工 每年他们都会在一起打粽叶包粽子 今年的端午节 他们依然在一起 你知道端午节吗 像吃粽子 最喜欢吃的粽子是什么馅的 鸡好吃 朝永一秀蒸朝头 食堂湖上赛龙舟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 安徽省龙舟公开赛系列赛 最近在安庆水上运动中心 食堂湖举行 活动总共吸收70支龙舟队伍 丰富市民文化生活 共度端午佳节 龙舟的龙头龙尾雕刻的栩栩如生 每条龙舟长18.5米 参赛队员是22名 其中一名击鼓 一名掌舵 20名滑奖员 随着一声号令 龙舟进度开始了 食堂湖上鼓声震九天 耗子声响彻云霄 1500余名弄朝儿 分组先后参加小组御赛 半决赛和决赛 手中传桨翻飞 奋勇向前 岸边数万名安庆市民 前来观战 为龙舟健儿们 呐喊助威 龙舟队员觉得 前来参赛很有意义 所有的龙舟 我们聚集在一起 在这食堂湖棒 进行比赛 对于我们龙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还有我们村民健身 各方面还是比较有好处的 来看这个龙舟赛 从小让他感受到 中华的传统文化 然后从小学习 这种拼搏的精神 更好的学习 赛制为20人奖 500米直到单程竞速赛 经过激烈的比拼 通过小组赛 半决赛和决赛层层选拔 最终决出冠亚季军 及前六名 随着无人机行业的快速发展 只在天上飞 或许已经不再是它的追求了 最近以色列所大学 就研发了一款 既能在天上飞 又能在地上跑的 可变形无人机 一起来看一下 F-STAR新型无人机的特别之处 在于其不仅能在天上飞行 还能够在地面上行驶 据介绍 这款无人机能够如此接地气 是因为螺旋桨壁的另一侧 装备了一组可移动的旋转轮 旋转轮和螺旋桨 由同一组发动机控制 地面行驶速度最高可达 每秒2.8米 F-STAR的另一亮点 是能够通过调整螺旋桨壁的角度 无人机离地高度就会随之改变 最大调整角度可达55度 这意味着 它可以在遇到有障碍物的复杂地形时 从容应对 据介绍 F-STAR新型无人机 目前正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的 生物灵感和医学机器人实验室中心研发 研发人员表示 这款无人机可以用于包裹投地 也可用于搜救行动中 目前研究人员正在对其进行改进 使其能够更加智能地独立完成任务 今天中午澳大利亚央行宣布 降息25个基点到1.25%的历史低点 结束了30个月维持不变的局面 这也刺激了澳元对美元汇率迅速走高 澳大利亚央行的公告显示 此次降息25个基点至1.25% 达到历史最低水平 是为了支持就业增长 同时增强市场对通胀水平 保持稳定的信心 报告显示 澳大利亚2019和2020年经济增速稳定 预计在2.75%左右 与此同时市场关注的2019年核心通胀率为1.75% 2020年则为2% 虽然房地产市场状况依旧疲软 但一些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下降速度已经放缓 与此同时保持在5%的失业率水平 意味着澳大利亚经济可以支持更低的利率 因此澳央行终于在2016年8月3号以来 首次做出降息决定 降息消息宣布后 澳元对美元短线走高近20个点 分析指出 由于对美国未来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心 近来国际市场对澳元更加关注 澳大利亚6月陆续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 本土经济稳定良好 消费者信心增强 7 8月有望推出新的货币政策 这些消息都让澳元成为 更具有吸引力的避险货币选择 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继续来关注其他财经资讯 昌干高铁昨天完成全线铺轨 昌干高铁全长415.734公里 北起江西南昌南至赣州 将在今年年底通车 届时江西省将实现世事通动车 井冈山革命老区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交通运输部日前发布修订后的 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 明确一类和二类的特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